好,小朋友,我们要接续讲第14课的生字 所以请你要准备好古语课本还有语本哦 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一课的生字 我们今天会先讲一半 那后续呢,会有下一节课讲完另一半的生字 小朋友,我们来看到 第一个是墙壁的壁 那我们讲完这个字之后呢,会看汉字说故事 好,我想你应该很想念汉仔了吧 好,我们来看墙壁的壁咯 壁 好,首先我们来复习这个布首是土布 好,那土呢,它是一个指示字 这是它小传的写法 其实落差不大 那这个意思呢,是指什么样子 是指植物从地下往上长的样子 这个布首的字呢,就会和土地啊 泥土、建筑物有关 好,那我们看到墙壁的壁 那我们练习用笔画写一次哦 请你要好好的跟上 好,那我们跟着笔画练习过后呢 请你要在仪本上练习描红哦 把每一个笔画都确实的写好 嗯,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个字 床铺铺铺铺,对不对 好,那我们在看床铺的铺之前 我们先来看汉字说故事 漢字說故事 The 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Hello 漢仔 Hi 今天要告訴我們什麼字呢 漢仔 地上 地上有什麼啊 漢仔 漢仔 哎呀 漢仔聽到了什麼 濃起來的土 原來是個土字啊 甲骨文的土字 就像是一塊 矗立在地上的土塊 漢仔 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 刻在龜甲瘦骨上的文字 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使用的文字 之後隨著時代眼鏡 使用字體有所不同 這是土的經文 小篆 歷書 凱書 土 土 還可以有這樣的聯想 嗯 兩個人一起在土堆上 就成了坐字 土 也可以當作身符組字 例如肚子的肚 還有嘔吐的兔 謝謝漢仔 謝謝漢仔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漢仔 好 好 那我們剛才有提示了 我們第二個字要來講的是床 鋪的鋪 好 鋪 好 鋪它是金鋪 好 那我們要講一下 為什麼它是金鋪呢 小朋友有沒有聽過店鋪這個詞呢 就指店家的意思 那有一些人 不稱作店家 他們會使用店鋪這個語詞 那店鋪就會跟買賣啊 或是這些物品 可能相關的是金屬啊 或是比較貴重的珠寶類型的店鋪 所以會跟金鋪有關係 好 那我們回到床鋪的鋪這個字 我們來練習寫一次筆畫 好了之後呢 我們要接續看到下一個字 好 下一個字是 那也不錯的錯 好 是非對錯的錯 我們來看看喔 錯 好 來同樣它也是金鋪 我們來複習金鋪喔 好 金鋪呢 這是它的小鑽寫法 那小朋友我們上一課點金數 第十二課也有複習到這個步手 好 那我們看過之後呢 有一個印象我們再回到這個字 好 那我們練習用筆畫寫一次喔 撇點 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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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会有轮子 好 那我们很快的来把它写一次咯 好来 小朋友横折勾这里要记得勾起来 好来 这边老师要提醒你 上一节课呢 那我们有讲到三节号的山是书册的册 这边是要凸出去的哦 可是在轮这边是没有凸出去的哦 所以请小朋友要特别记得 手册的册这个字 我再把它写大一点哦 是要凸出去的 那这个轮下方这里啊 这个小部件是不能凸出去的哦 小朋友要做个区分 好 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字 搬 搬家的搬 好 我们来看一下搬家要用手 搬 对不对 好 我们用笔顺写一次哦 那笔顺的部分要请你用笔顺网来做练习哦 把字形记清楚 那笔画是帮助你把字写的端正 横 树勾 调 撇 树 撇 横折 点 点 调 树 撇 横折 横 撇 那 好啦 我们看到真的是提手旁的手部 那如果你在写造词作业的时候呢 要记得部手要写原本他部手的样子 那他如果成为部件的话 他会变形 那请你也要记得哦 好 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字 来看到南字是北极的极 极 好 这个极是木布哦 那右边这个部件比较困难 中间是一个颗 也要记得勾起来 再加上口 还有一个海欧的欧 最后加上一 好 这个字 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哦 比较难写 那也不容易写得漂亮 请你要跟上笔画的练习哦 横 树 撇 点 横 树 横折 树 横折 横 撇 长短点 横 好 这是北极的极 好 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字 下一个字呢 是冰屋的 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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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冰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布首 复习一下哦 它是象形字 那这是它原本小传的写法 就像是水刚刚凝结成冰的样子 所以这个布首啊 就会跟寒冷或是冰冻有关系 好 我们回到这个字 用笔画来做一次练习哦 点 调 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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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扣掉这个布首 我们扣掉这个布首 右边是砖心的砖 小朋友一定认得它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练习咯 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字 下一个字呢 是而且 而且 这两个字 额 好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已经会写这两个字了 对不对 那我们还是要练习哦 好 那额呢 它是额布 这是它的象形字 就是它小传原本的写法 就像是胡须的样子 所以这个布首的字呢 一部分会和毛发有关 那一部分的写法会和额相似 小朋友你们觉得有像吗 有像胡须吗 好 那古代人呢 发挥想象力 所以发明了很多字 那象形字的话 就会跟当初最一开始画图的样子有关系哦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字 额 我们用笔画练习写一次哦 恒 铁 树 恒折勾 树 树 好来 小朋友 恒折勾的部分 请您一定要记得把它勾好哦 接下来 我们来看到 而且的 且 且 好 那它是一部 我们来复习一部 一部是指示字 那这是它小专案写法 其实长得很像 也就是最早最早 人类在计算东西的时候 用一个一就表示一个东西 也表示树木的开始 好 那我们写一次这个字哦 树 横折 横 横 横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 而且的且 请您要确实在一本完成这个作业哦 那我们明天见咯 再见